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中,有一个部门非常特殊,那就是利部,按照当时的规矩,尽管见到自己的上席,是不用下跪请安的。 但是如果遇到了内阁大学士和利部上书,则必须下跪请安,否则后果很严重,有一个问题出现了,为何见到其他上书不用请安,遇到利部上书则情况完全不同呢? 其实关键在与利部的工作范围,利部决定了大多数官员的前途,在古代官场中,本来是在相门决定大事,六部就是具体执行的。 但是在明朝建立的初期,朱元璋非常了成像制度,同时提高了六部上书的地位,在这一阶段,六部上书的权力确实很大,但是由于政务太多,皇帝自己根本无力处理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皇帝设立了内阁大学士,起初,内阁大学士仅仅是五品官,相当于皇帝的秘书,但由于皇帝们长期待工,内阁大学士们逐步掌握了实际权力,在明朝中期形成内阁制度,内阁制度形成以后,开始逐步侵蚀原来属于六部的权力,比如说兵部,没有内阁的同意,兵部上书甚至都无法调兵, 然而总之,除了吏部以外,剩余的五部上书,在权力上都已经大大缩小,在明朝历史上,有的吏部上书根本不愿意入阁,因为自己入阁可能是明神暗将,实际权力还不如吏部上书,金官们对高级官员并不稀罕,但是如果说吏部上书,金官们则称为天官老爷,这是其他上书都达不到的,从名义上说,吏部是第一, 但从实际权力说,吏部连互部都不如,吏部最主要的职能就是任免各级官员,按照朝廷的规矩,四品以下的官员,可以由吏部自行决定,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,才需要内阁与吏部商议, 一般来说,四品以上的官员属于中高级官员,按照朝廷的官职,只有到台和位置重要的知府属于四品官,也就是说,那些支县、支州等官员,在吏部那里仅仅是一个数字,如果有官员得罪了吏部上书,吏部可以在正常的工作范围内,进行疯狂的报复, 比如,把一个官员调往新南,第二年再调往西北等等,至于到台,不证实,寻抚这种级别的官员,不能吏部自己说的算,一般都会进行集中商议,然后再决定,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很高,不过一般都有好几位大学士,比较套后的大学士在权力上,还不如吏部上书, 对于吏部上书来说,如果自己不能成为首府或者次府,还不如继续留在吏部,吏部中有两个部门很重要,那就是文选司和考公司,文选司能够决定官员的前途,而考公司能决定官员是否升官,这两个部门实权很大,比支府强得多,其实在六部中,都有比较重要的部门,如果说吏部文选司能决定文官门前途的话, 那兵部的武选司,则决定了武将的命运,至于礼部、刑部、公部、户部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,公部是六部中地位最低的,但主管全国的道路、桥梁、城墙等工程的修建,如果没有公部的同意,地方官什么也干不了, 与地方官相比,京官具有很大天然的优势,因此当时有一个说法,与地方官对话,京官自动大三级,同样是三片官,但含尽量不少。